腾龙70-1802代是不是年轻人的第一支长焦镜头 腾龙1750是不是年轻人的第一支视频镜头 它们到底是原厂的平替还是物美价廉的心头好 今天一条短视频来给大家讲讲清楚 2代的70-180镜头增加了防抖 提升了手持手感 缩短了最近对焦距离 升级了画质 在接近的参数下面 70-1802代更轻更便宜 在接近的体积和重量下面 70-1802代光圈更大 同时依然具有价格优势 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下面这个对比表格请说好了 关键是70-1802代画质有保证锐度高 镜射能力强 虚化也不错 长焦端有轻微的玄焦效果 适用的领域也可以涵盖风光 人像 城市街景 人文扫街等等各种题材 尤其是很多人喜欢长焦的效果 但总嫌弃长焦镜头太重 那就可以考虑用这支腾龙70-1802代 来获得一个在重量 画质和价格之间的良好平衡 1750F4这个焦距简直就是来搅局的 本来索尼一卡口已经有了原厂的 2470F2.8GM2代 2070F4G和腾龙销量非常高的2875F2.8 以及上次我介绍过的腾龙2040F2.8 现在又来一个17-50这个焦距 真的是让选择变得更加的困难了 在我看来 它的定位更适合当做一支视频Vlog镜头 因为17毫米视角广 方便展现环境的宽广 也很适合UP主持自拍 同时也抵消了一部分 因为开了增强防抖带来的画面裁切 这点会比索尼2070G更加的有优势一些 50毫米段拍摄特写视频素材 基本上是够用了 如果需要更长焦距的效果 可以打开Super 35的视频模式来获得 这支镜头采用内边胶设计 上了稳定器之后不会改变重心 无需重新调平 最新对焦距离达到了19厘米 拍摄一些从近慢慢拉远的视频 显得视觉效果非常的强烈 对焦迅速安静 也很适合视频的拍摄 画质方面 中心锐度是非常不错的 画面边缘在最大光圈下面有所下降 最好的画质集中在APS画幅区域内 如果你追求极致的画质 索尼原厂那两只依然是首选 如果你追求更广的视角 以及更具性价比的视频镜头 腾龙1750是非常好的选择 年轻人的第一支视频镜头 不是随便说的 如果你拿1750F4来拍照也没有问题 焦段的适用性非常高 风光人文日常 加一点人像都能拍 确实不重啊 非常轻巧 如果你把它和腾龙50-400F4.5-6.3 这支镜头搭配起来使用的话 两支镜头就能够无缝涵盖了 从17毫米到400毫米的焦距 是不是也挺诱人的 你觉得这两支镜头是原厂的屏体 还是你的心头好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